讲义就定在尼西米基讲义的后面 罗马书是有讲义的,在尼西米基讲义的后面 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 我们需要被称义 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罪 因为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切断 那不只是罪的结果会死 而且在没有死来到以前 我们会失去神很多宝贵的恩典 如果被称义了,第一个死就被拿掉 所以灵里面称义以后就是得到永生 肉体称义以后我们死叫做睡了,还会再复活 那称义以后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所以圣经诸般的神的应许都会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实现 所以没有一个恩典比称义是更大的 那为着要提到救赎 我们先要提到人有罪 在迦纳太读书第三章 我们看迦纳太书第三章 22 这里讲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面 如果我们不看圣经 很多人就觉得我没有罪 没有罪也可以讲对啦 因为我们用不同的标准 用社会的法律 用社会的文化 我们跟大家一样我有什么罪 但是圣经说我们有罪也是对的 因为圣经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 所以这里讲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面 那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找找看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 第一个定义在约翰一书 我们来找找看罪是什么 圣经对罪是什么 圣经对罪是什么 罪就是违背律法 那律法最简单就是实戒 所以违犯实戒就是罪 有一个弟兄NYTS很认真祷告 那圣灵感动他说要来见证 这是我第一次听的 他见证就是见证他所犯的罪 因为罪越大赦罪那就是恩典越多 结果他的见证就是从实戒第一条讲到第四条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他在讲他自己啊 每一条都犯天天都犯罪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每一条你仔细想哦 违背律法就是罪 所以圣经把人全在罪里这是事实 那这个不是实戒不好 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我遵守实戒 我问题一大堆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社会一大堆问题是 把十条诫命当作十条建议 那建议跟诫命有什么不同 建议是给你做参考 你喜欢的你就采用 你不喜欢的不方便的你就不要 那这个诫命是含有权柄的命令 那神是完全的 所以他的诫命是完全的 那神是爱 所以他的诫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所以我们没有遵守实戒 谁吃亏 神还是神啊 他的荣耀 他的能力没有改变 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就是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 吃亏是我们自己啊 所以罪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违背律法 就是违背神的律法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定义 那十六节 雅各书第四章十六节 这里说你们张狂夸口 这样的夸口都是恶的 这个恶就是罪 我们大家都了解张狂夸口是不好的 是罪 但是我们都不会觉得我是张狂夸口 但是如果我们从十三节一直读到十五节 他在讲什么 一个生意人很会计划 他要到哪一个城区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我们大家都有计划 计划有什么不好 但是这个生意人他这样计划 在神看起来是张狂夸口 到底他错在哪里 十四节 十五节 所以计划要加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承认神在我生命中 祂有主权来掌控 所以在下面他提到两个重点 主若愿意我才可以活着 生命是很控制的 所以当这个生意人说 他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做买卖 这样讲法好像是 他自己可以控制他自己的生命 其实生命是神控制的 所以如果强调 我自己可以控制我生命 这样就是张狂夸口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就是说我们要做事情要有能力要有机会 能力跟机会也是神是的 所以计划可以但是我们要承认神掌控一切 那我们在计划中一脚把神踢开 以为我的前途就是我自己在掌握 这个就是张狂夸口 我们取代了神的地位 所以17节 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罪 这个行善是什么 如果从前面读到后面 这个行善就是承认神是我的主宰 我们不承认神是我的主宰 否定神对我有控制权 这个就是罪 所以圣经对罪有这个两个定义 第一个不该做的我们去做 第二个该做的我们没有做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18节开始在讲罪 人需要救赎因为人有罪 圣经对罪又有用两个比喻 第一个罪就是病 而且是最可怕的病 好像麻风病一样 罪的结果一定会死 好像麻风病的人到最后一定死 但在死的过程 这个是很痛苦的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是因为罪引起的 特别人际之间的问题 第一个是无知 第二个是罪 我们对神的旨意不了解 所以做错了决定 因此我们生活很多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们虽然知道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也去做 所以造成生活很多的问题 因为罪就是病 生病就是很痛苦的 罪如果能够拿掉 我们很多的痛苦就可以减少 那第二个罪就是债 我们在用信用卡的时候很高兴 好像赶年节快到了 刷卡东西就来 但是你接到账单就头大 那这个怎么付 所以圣经里面都有罪中之乐 所以罪常常跟快乐连在一起 正在享受快乐的时候 不会想到这是罪 等到快乐过去 这个罪出现 好像欠债没有办法还 痛苦就从这里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很认真的来对付罪 因为罪就是病 最后是死 死的过程会受苦 因为罪就是债 我们死的那一天没有结束 我们要跟神算账 所以不是死就完了 死要面对神 神要跟我们算账 所以人生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是罪 因此我们罗马书在提到罪 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 那提到罪的第一点 就是故意不认识神 我们看十九节 二十节 这个地方讲 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看不见 但神的存在 神的永能神性 是没有办法否认的 为什么 这个二十节后半句 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神的杰作是什么 在诗篇里面说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穷昌传扬祂的手段 所以你抬头望天上望向 低头看飞禽走兽 这个就是神的杰作 你看不到神 但是可以看到神的杰作 那在神的杰作里面 我们看到三个特点 第一个 神无所不能 祂可以创造这么大的世界 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 第二个 看到神的智慧 你看我们人的 这一个人 这身体里面多复杂 里面有多少的化学元素 只有有一点点过高或多低 你就倒在床上了 但是神可以让这些化学元素 很平衡的 这样一直活下去 你看世界上 你找得到哪一个机器 可以一直运作 不要停 运作八十年 但是你的心脏跳了八十年 不需要休息 这个是神的智慧 第三个就是神的爱 你看一朵花 有蓝的有绿的有黄的 为什么 这是神的爱 因为神要让我们在祂的创造当中来感受 真的是世界是美好的 所以神的勇能神性 借着祂所造的万物 让我们没有办法讲没有神 所以神的力量和祂的宇宙 是明显在祂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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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二十一节 没有神 就是把神摆在旁边 我过我的生活 神就是神 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去Google一下 在美国多少人相信有神 你就发现本来大概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人相信有神 那现在一直在往下掉 所以相信有神的人比例非常高 但是我们看美国社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相信有神的人 他在生活中有时候跟神没有关系 所以生活就过着没有神的生活 这个叫做知道有神 却不把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祂 因为如果我们要荣耀神 我们就会很谨慎我们的生活 要完全跟神的话一样 我们就可以荣耀神 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亮光 所以人如果完全活着跟神的话一样 他就会发属灵的光 那就是神的荣耀 那不荣耀神就是我跟神的话没有关系 那不感谢神 如果我们会感谢神 我们就会去过神喜欢的生活 但是如果我们不会感谢神 那我就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那这样的生活 把神拿掉的生活会有什么结果 下面 思念变成虚妄 我们人一生的果效 从心发出来的 我要过什么生活 是从我的心有什么样的观念想法来的 那这个我们的想法变成虚妄 就是说我们活了一辈子到最后得的结果是零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神 我们是为自己活 那我们为自己活 在神看起来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分量的 在神的天平称起来是没有重量的 所以叫做虚妄 像所罗门活了一辈子虚空 那接下去 无知的心昏暗 英文叫foolish 就是愚笨的心变成昏暗 这个昏暗就是看不见 眼睛很明亮 但是心里面没有光照 所以人生真正的路他看不清楚 没有判断力 那二十二节 虽然看起来很聪明 其实很愚拙 没有神的人看起来很聪明 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所以他觉得神是一个障碍 所以不要神我就可以活出我最大的潜力 那到处要变成愚拙 为什么 因为没有神里还有什么 所以一个人开始过没有神的生活 心里变成昏暗 在神面前变成愚拙 这三个都是负面的 没有神的人 神在神看起来他的一生没有一个是正面的 那接下去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因为没有拜天上的神 所以就开始去拜佛像 因为美国的例子 1960年代最高法院决定要把宗教从学校拿 除掉 所以学校里面不能够有十节 学校里面不可以提到神 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 学校里面不可以Bible study 甚至开始学校教科书开始改 把所有的神从教科书都拿掉 这样是聪明吗 所以二十三节自称为聪明 但其实是愚拙的 所以你比较六零年代 美国高中生的问题 跟现在高中生的问题大很大的不同 因为如果没有神,一切都可以做 因为没有神,我就是神啊 我组长我自己的前途啊 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所以自称聪明其实是愚拙 所以自从六零年代这个决定以后 现在校园里面一大堆问题 所以罪的第一个开始就是把神从生活中拿掉 这个就是罪的开始 所以道德从哪里来 道德是从神来的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神给人有良心 神给人有祂的话语 这个就是道德的来源 那如果把神拿掉 那就没有一个标准了 所以罪的开始就是人故意不认识神 所以从二十四节开始 我们看二十四节 我们看二十四节 请读 二十五节 这个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 要提到神任凭他们 二十四节 你要翻怎么翻 或者说二十六节 二十四节 给 them up 就是神放弃 随便你 好像这个父母在教孩子 教教教教教教说不听随便你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人讲 如果有神 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乱 神也不做什么 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 原因很简单 因为二十世节提到神任凭他们 任凭随便你怎么做 心里存着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所以就是开始人就放纵情欲 因为没有神 神也随便你做 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二十六节 好 请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到二十七节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就是在讲同性恋 因为这个二十七节讲 二十六节也是这样 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 好 男女结婚这个是顺性的用处 好 男女结婚这个是顺性的用处 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已经有同性恋了 所以同性恋不是现在才有的 那再往推 推到创世纪里面 当时的索多玛就有同性恋了 好 那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好 虽然现在人用这个right 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在讲 人性相的取向要尊重 不要歧视同性恋 但是 每一个父母 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者 每一个人心里都不高兴 好 这个是人的本性 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好 但是我们在外面 还是要去支持这个权利 好 所以神的本性告诉我们 这是不对的 但是你还是要去做神就随便你啊 好 比方说我们这个会堂啊 1997年买的 好 那要会堂交给我们之前啊 本来那个教会的牧师 要跟我们一起用餐 好 那个牧师坐在我前面 我问他说这个会堂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会堂就是这一区里面同性恋聚会的地方 好 那是二十年前 我就想一想哦 我跟你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不需要回答 你是不是同性恋者 好 他想了想了想了一阵子 他就说是 好 然后他就开始引用圣经 然后他就开始引用圣经 好 凡是爱主 耶稣爱什么 在解释 同性恋是对的 好 他不是要改变自己来适合圣经的教训 他是要解释圣经的教训来适合自己的生活 所以既然良心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 你还是要做神,还是随便你,认凭你 那这个认凭的第三个就是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 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神就任凭人存邪弊的心去过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尊重神 我们刚刚所念这些罪都不存在 因为有神了,神不喜欢 我尊重神,我就不做 我现在故意不认识神,那什么都可以做了 所以罪从哪里来 罪就是从故意不认识神,是神开始的 那很多的罪就一直跑出来 所以到了第一章,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 所以这个故意不认识神,神任凭他做 并不等于不会有什么 consequence,不会有什么后果 三十二节讲,神判定行这样世人,当然是死的 所以这个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他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所以借着文化的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外表 这样再推动,把这个罪往外扩张 所以现在要过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生活越来越难 有时候我们在看为什么旧约这个使徒经传一次三千个人受洗 甚至真耶稣教会的初期好多人洗礼 甚至美国八零年代的教会好多人洗礼 为什么人越来越少现在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要来洗礼越来越难 因为生活要改变成为圣经的方式,越来越难 所以越来越发现圣经的教训是窄门 那要受洗以后那个信仰生活,这是窄路 所以头脑知道有神,但是要来接受救恩很难改变 所以外邦人是罪人 那从第二章开始 就提到犹太人也是罪人 如果我们看第二章 第一节 这个地方讲 你在什么时候世上论断人,就在什么时候论断自己的罪 为什么?因为你所行的跟别人一样 所以犹太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是选民 并没有因为神的律法给他们 其实他们的行为就比较好没有 所以外邦人犯的罪,他照样犯罪 所以犹太人也要受审判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节 这里讲,你论断人,你还行自己的事 但是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 我们再看第五节 所以犹太人活在罪里面,他也不愿意悔改 这里叫做为自己积蓄愤怒 那要积到什么时候? 神震怒显祂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所以主耶稣来,不只要审判外邦人 也要审判犹太人 在主的审判之下,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公平的 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 这个地方讲,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所以到最后审判,就是审判我们的行为 好,我们看第九节 请读 第十节 所以审判要从犹太人先 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所以困苦患难加给一切作恶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西大人 那第十节 荣耀尊贵平安加给行善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所以可见外邦人跟犹太人都要在神的公义之下来面对审判 所以神任凭他,任凭人过什么样的生活 不等于神不管到最后有审判 所以犹太人是罪人,他也要受审判 一起来默讨 Let's bow our heads and pray in silence 感谢您的敏高 谢谢观看